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结果消费者应该怎么看这一份结果呢 其实我们在2023年TNCAP已经总共撞了八辆的车辆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 有给建言 对建议的NCAP一些东西 我想他们是有听进去 因为等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 第一季公布了两辆车的一个撞击测试的报告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讲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预算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你24年用那么少 然后还把撞击的车辆给缩减 然后甚至还有是厂商自己自费来撞的 你又少花了一千多万 因为撞一部车大概一千三百多万 他们说没钱了 撞了一个车要一千三百万 他们说没钱了 那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你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些什么呢 例如说我们去年的时候讲说 这个不叫做新车安全平等报告吗 那你怎么撞停产的车呢 他说不是 因为台湾的这些车子 还是有很多可以提供二手车的 买二手车的人做参考 那你就该交通部台湾二手车安全平等报告吗 你通通撞旧款的就行了嘛 每一台要这个停产车 你就说那拿两台来撞 我们只撞旧款车 新款车我们不撞 不然这怎么叫新车安全平等报告 我是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说这个来不及 作业程序来不及 因为我说怎么这么不会变通呢 等一下他们告诉你 他们变通了哪些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季公布的是 Honda Fit的一个撞击测试 以及Luxus NS的一个撞击测试报告 那当然必须跟大家告知 两者有什么样的不同 第一个Honda Fit是这个我们台湾生产制造 或者说组装无所谓不重要 就是不是原装进口的车型 那Luxus NS则是原装进口车型 也就是说生产完成整车开上船 然后船开到台湾来 然后车再从船上开下来 然后PDI洗车没用 大家就交给消费者 它跟国外车型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在台湾上市销售提供的也是所谓原装的这个 撞击测试的报告 就可以只要符合规范就可以上市销售 那么台湾交通部新差产品的报告 也就是TNCP说 我们针对台湾的这个卖的好的车子 所以必须要来撞 四神NS卖的不错 所以他们拿来撞 但是逻辑点是什么 国外撞的你不相信 TNCP最棒棒 没错 Feed国产车型 你要撞 我觉得非常合心合理 Feed卖的也不错 也还算不错 那要非常的合理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一次的这个撞击测试里面 Feed拿下的是四颗星 Lessus NS拿下的是五颗星 那为什么会有四颗星跟五颗星的差别 是说它撞的会扁掉吗 它撞的就不会扁 No 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差距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在安全辅助的部分 你看到没有 NS拿下72个点 Feed拿下67个点 虽然这两个是不同的车型 但是我们一定要照给分的方式来 告诉大家 为什么它拿下五颗星 它拿下四颗星 第一个它缺乏所谓的一些 主被动安全的一些辅助 例如说安全带的预缩警示 方向盘振动的辅助 刹车踏板的警示 振动辅助等等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分数拿的低 它不会有五颗星的机会 另外行人保护的部分 NS是83个点 Feed是81个点 这个大家都没有太大问题 儿童保护的部分 NS是88个点 Feed是72个点 大致上出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后座的儿童撞击的时候 安全带滑落 但是在后座测试是测试两个 好像是包含了这个 儿童安全座椅 以及增高垫的部分 对 那在增高垫的这个儿童上面 就滑落 那它到底有没有使用IsoFeed 我们不确定 那或者是这个座椅的高度 安全带的高度 我们知道你买儿童安全座椅 你买这个增高垫 都会附一个什么 安全带调整的东西 让你呢 要这个安全带是在肩部这个地方 对 小孩做儿童安全座椅 或是做增高垫用意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坐太矮的安全带 没有办法固定住他 身形病不是大人嘛 对 所以你的孩童的身高 应该要去针对安全带去做调整 因为你使用增高垫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要针对小孩的身高 去做这个安全带的调整 那我不晓得这个部分有没有去做调整 我不知道这是个问号 但是不重要 但我相信TNCAP 会有非常严苛的规范跟标准 所以他在儿童防护部分72个点 跟这个NX的88个点 是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拿到5颗星 另外在成人保护的部分 NX是这个93个点 FIT是81个点 发生在什么地方 也是座椅的这个 成人的这个 在前座的部分 有一点点滑动 有点滑动 所以他认为会造成骨盆枪的一个伤害 是稍微多一点点的 没有办法拿到5颗星 好 我们现在来讲讲去年 我们在给TNCAP 一些建议 他去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 他去年的时候有讲说 他们未来要有TNCAP 2.0的撞击规范 这个2.0的撞击规范 是比照什么 比照 EURO MCAP 2022年的标准 真的很多 制定 然后再加上 台湾因地质疑 譬如这次他公布很清楚 所谓的因地质疑是什么 是什么 机车盲点侦测这些项目 盲点侦测效能好不好 会不会跟机车翻碰撞 是来判定这件事情 我觉得利益良好 没有错 表示第一季撞击还是用什么 跟去年一样的标准 叫做2018年的EURO MCAP 来撞2024年的车 就是拿明朝的剑 来展清朝的官 那他今天讲了一句话就是 TNCAP2.0 是要25年才实施 2025年才实 也就是明朝 现在是明朝的剑 展清朝的官 在2025年的时候才会把清朝的 这些人搬出来展什么 展民国的官 2025年的EURO MCAP的规范 然后再图图改改 然后变成在2022年的 EURO MCAP的规范 然后在台湾图图改改之后 变成TNCAP2.0 在25年的时候来实施 撞25年的新车 中了 去年我们以为他讲的 今年就要实施 结果没有 是明年才实施 所以他公布啊 不表示实施啊 我们真的是佩服了这些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当官 只能在这个地方卡虎蓝 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的事情 真的是 好另外呢 我还必须讲到一点 就是说 我讲TNCAP有没有进步 我们讲说 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 你没办法改变吗 他有改变了 对 因为去年我们讲说 他要撞什么Model 3 特斯拉的Model 3 那时候Model 3就没有车啊 就没有在卖 你撞什么Model 3 那现在人家出新款了 对不对 他不是说HRV 或者是撞HRV 结果他改什么车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follow到最新的 Model 3买不到 对 作业时辰来不及 买不到对不对 没有那个OR 变成撞Model Y啊 那他这个算是很会变通 怎么又去撞Model Y呢 Model Y就买得到了 所以表示 他的作业时辰到底是要多长的时间 他什么时候就定了Model Y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第一天买车 Model Y也要等吧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官 不止两个口 他们有八个口的概念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 但我们还是很期待TNCAP能够 能够再多加进步 因为批评呢 才是这个进步的动力 我们站在民的立场上面 跟这个政府单位 提出一些建议跟建言 我相信这个 不会致使我成为黑名单 因为TNCAP还是有打电话 来邀请我去交通部的记者会 只是他每次都在我录影的时间举办 我实在是没办法去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变通的空间 可以让这个TNCAP来更加的进步 那至于为什么那个OR不是HRV 那就有太多的小道消息 我们就不方便在这个地方讲了 好那你私下再告诉我 好的 好谢谢艾大 帮我们分析了这个TNCAP 在这个公布了第一季的 这个撞击测试的名单 但其实买豪华车有不少人是觉得说 因为呢豪华品牌的车款啊 它内装的质感啊也比较好啊 可是呢你可以不用花大钱 其实现在有一些一般品牌的车啊 真的车内的这个质感也非常的好 我们就来看一看呢外媒呢 帮大家呢评选出了10款车 也是很有豪华车的Fu的 而且呢其实台湾有好多台都可以买得到 对 这是美国Auto Guide 它所做的就是 它针对高质量的这个车子 就高质量的内装啊它做评选 这些车子都under三万美金以下 也就是它不是所谓的美国豪华品牌 那都是以大众品牌为主 那大众品牌它针对了这市售的车型 它挑出10款 那我现在强调一下 这些都是美国当地的车型 然后也是美规的车型 然后所以它选出来的 当然有些是国内没有卖到的 对 所以可是一排出来 一列出来10款车型 5款 而且它很平均 5款轿车 5款SUV 对不对 平均 然后看下来发现 竟然还有好几款台湾都有销售 对 首先第一个就是Honda Civic Honda Civic在台湾 它浩浩荡荡在国内 在去年引进之后 它说这史上最贵的Civic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史上最贵的Civic 一坐进去就发现 这还是史上最舒适豪华 空间大 而且最质感的Civic 对 有质感的车子 所以不用说它有多很多 每个很多看过Civic都会发现 它那风筹状的出风口 还有它那个旋钮按键 都非常有质感 很精致 对 两侧的这个出风口 也可以微调整 这些细节不止我们国人看到 其实老外人都看在他们的眼睛里 所以Civic就出来了 你看Civic当然要 我要特别强调 这是小型 我应该说中小型的车型 一般来说大家后来看到 大概都是属于中型以上的车款 那当然Honda的Sonetta 我们国人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去韩国车展 已经看到这个Sonetta oh no Sonetta 真的是外型够帅 李密也是够fancy 那在这个我先跳过 你服饰了Jetta 这Jetta不是我们过去印象 中国大陆卖捷达 而是美国当地销售的 这Jetta它强调的就是 它有一贯的德国车的质感 就是很坚固扎实耐用 空间也够用 所以这它把它评选出来 至于Fort Mustang 这个国外评选它是因为 它带有传统的风格 这个保有这美式的那种肌肉脂肪感 不会说你因为变成了这个新一代 你就把所有的过去的都把它丢掉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保有 在现代跟传统之间 它做了一个很好的混合 所以这台车子国内 你看上次我们也行 大改款的 对 大改款也看到了 所以这台车我们可以期待的 至于Kia Sportage 这就不用讲了 不用讲了 对 车内质感 那车内质感真的好的旋钮 所有的配件 配色 资料等等 让我觉得这台车 即便它们现在没有引进 Genesis的那个豪华品牌 每个人做到Kia Sportage 包括我儿子做 这是韩国车 这怎么这么豪华质感 不可同意 对 不可思议 人家新世代都出 这个改款都出来了 你个人让你眼睛一亮 所以Kia Sportage 你说它会做到肯定 不是盖的 CX5 那也不用讲了 CX5 你看它在这里入榜的有两款 有两款 少见到CX5跟CX30 我要强调的是 它们都有一贯传承 这个Mazda一贯的风格 这混动的设计感 从它的车外到车内都展现无一 而且Mazda有一贯的那种简洁感 你坐到它空台里面 你会发现 线条很简洁 CX30 CX5都有这种风格 而且有那种 怎么说 雅匹的东影风格 我觉得它雅匹的东影风格 尤其是CX30 我要强调 CX30 即便是这样子一个入门的车型 它的空台还有红色的 这种分层的配色等等的 红黑或者是黑白等 然后还有缝线 然后那种质感 我觉得在这个同级车里面 Mazda展现的是个精品的质感 对 也是朝豪华品牌迈进的 对 至于Nissan RUB 就是我们国内有卖 算是XL现在 不用说我们最近在看到XL 我们没站在 不只是 不管是它的进口的E-Power 或者是国内轻油店 都保有这种同级车 那种很出色的那种质感 像它法斯文的试板 那种多层配色的那种 那种混搭的那种试板 你会觉得 Nissan在这一台车上 非常用心 所以外媒会选出这家的车子 我觉得让我们看的是 心有其其言 而且其实也蛮认同 它们选出来的 对 对 好 谢谢大为哥 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的爱车 是不是也在名单当中呢 今天我们看到 像这个Nissan的RUG 也就是台湾的Nissan F-Trail 大家都知道 它进入了新世代之后 车内质感 氛围等等 甚至于接下来要进来的ARIA 你都会觉得 Nissan的新世代真的大要劲非常多 而接下来 Nissan还有两款车 也即将有新消息了 我们请小钟带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亮点在哪里 分别是台湾市场跟美国市场 那么现在台湾市场的话 是小改款的这个Sentra 预期就在4月份登场 那当然我们现在 荧幕上面画面的照片 是属于美规小改款的部分 但老实说 我估计未来小改款 台湾市场的部分 国产车型的部分 它修改幅度 应该都大同小异 什么大同小异呢 基本上 登具 水样护照的部分 都维持现在一个 一个 基本上应该会看起来更精致 然后呢 大致的轮廓都还是跟 线形感差不多 那这是在所谓的 国产的小改款Sentra的 外观部分 那内装的话 这张照片也是美规车型 但估计到时候台湾的部分 我觉得合理的推论 它的这个中间的 多媒体的萤幕 会换成像国产 X-ray 加大的版本 新世代的大萤幕的版本 真的非常合理的推论 所以整个 在使用体验上面 科技感上面 都会再往上提升一点点 那动力部分 大家很在意 因为之前有 大家有些网友会敲碗 观众会敲碗 到底有没有E-Power的选项 基本上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完全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 因为在全球市场里面 好像只有中国大陆有E-Power 对 没错 再加上其实 小改款Sentra 在台湾已经通过 这个能源局的 油耗的测试规范 它里面很近乎写到 它就是维持 现在1.6升的 自然进气的动力 那所以说在测试的 这个油耗 不管是市区 或非市区 这个数据上面 有点微微的变化 但不管怎么样整体看起来都应该就是朝向目前 维持现在的动力的系统一个规划 那另外 除了外观微微的调整 内装这个加入大萤幕 多媒体系统之外呢 我觉得它有很大的重点是 因为现在原本的Sentra 它并没有所谓Level 2的驾驶辅助系统 它的SEC 可是它的这个 没有主动车道维持 它只有就是 你知道有偏移的时候 它靠着夹 单边的 偏移警示 跟辅助 它夹刹车 夹刹车 比如我现在往右偏 它夹右边的 右前面的煞车 它是帮你修正一下 其实我觉得有点突兀 又没有 拉回来 像打乒乓球这样 对 那我估计 应该也会导入完整的 Pole Pilot系列 因为其实你 不要说中型房车的几具 可能再小一点的市场几具 比如说Fit那个几具的话 其实基本上 大概从六七十万 七十万的车子的话 现在都有Level 2 对 所以你到一台中型的房车来说 因为要补足 不是什么补足 加上完整Level 2 Pole Pilot系统 应该是一定会做的一个方向 是的 好 这是国产的市场部分 那海外市场 美国市场 大家看到这照片 你应该很难 很难跟所谓的Kiss 联想在一起 对 就是大改款的Kiss 大改款的Kiss 在纽约市场 要亮相 没错 在美国纽约市场 第一次正式跟大家亮相 从外观的线条 看起来 第一个它尺碼放大了 然后线条变得 比较走一些方正的感觉 厕头厕尾是这样的 方正的轮廓 好像是符合现在 大家想要的方正的 方正风 对 然后也比较魁梧 壮硕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个设计 非常让人就会觉得 耳目一新 就跟现在的这个 比较 用一点比较偏向SUV 休旅的感觉 现在比较类似SUV 就比较都会风 我觉得整个风格是 蜕变过来 那我觉得非常期待 那内装其实也是大改款 你看 这个萤幕 两个十二点三次串联在一起 就是电动车的世代的风格 然后再加上很清楚看到 其实这个有全体天窗 然后它这边前座头枕 有Bose音响砍在里面 跟Juke一样 跟Juke一样 哇 不错 所以看起来从外观也好 内装的设计也好 包含配备 这个集聚的 应该说KID的这个产品定位 是不是在往上拉抬一点点 包括我刚刚提到 甚至是蛮稍微加大一些一些 那动力部分 因为现在是美国市场 它目前只公布的是2.0升自然进气 那我觉得啊 大家就听到 怎么排向排向变大很多 跟自然进气 跟台湾这边规格有点不太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 这是因为美国市场的需求 其实我再提一个 其实像台湾卖很好的Corona Cross 在美国 其实它也提供2.0自然进气的需求 所以美国地大物国 它的动力需求 真的比较大一些些 所以我估计 未来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 东南亚市场 亚太市场的规格 我猜想1.6的自然进气 最入门的 再加上可能1.0的三缸涡轮 应该是未来大概管 CS的一个动力选项 那大家会好奇啊 那到底什么时候见到台湾 我觉得现在还是研制过的 因为也才在美国市场 第一次正式亮相 跟大家见面而已 那到底什么时候进入台湾 我觉得还是得去观察 亚太市场的CS版本 什么时候推出来 那时候出来之后 你再推估 台湾市场什么时候会导入 可能会比较精准 没错 那么除了你上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KIA KIA呢 那接下来也有三款车款 有一些改款的消息 其实KIA今年动作 应该会是很多的状况之后 因为本来在今年第一季 应该它的KIA EV9 要开始交车 不过最近这个国际航班 应该又是大乱了 一个状况 我们曾经 我最近看到我朋友说 它的那个车子已经上船了 然后停在这个港口外面 停了五天还进不了港 所以就是还是得继续等 那再加上国际航班大乱 我之前就已经跟大家分享 这个倒车的时间 可能都要往后延这个四到六周 就 所以EV9现在又可能要到第二季 才能够再交到客户手上 不过呢 今年呢 除了EV9之外呢 它下半年会有KIA的这个 Kernival Sorrento 以及Picanto 都会进行改款的动作 为什么呢 我们不去做细节的介绍 因为你可以看到 整个车头的造型 哇好像EV9耶 对 就是它新世代的Tiger face Tiger nose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加上它这个 这种 转折线条的日行灯啦 然后呢 这种所谓有表情 四样的这种LED灯 在这个车型上面 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是很佩服KIA的设计师 譬如说以Kernival来说 它是一部这种大型的MPV 对不对 但是它有时候在车车的时候 你就不小心猛一看 你会觉得它是不是个SUV 所以它能够把这样子 这么不容易发挥的 这种大型面包车 做得这么有形 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在车尾的部分 它还呼应了车头的部分 一样做的新世代 但包含的Sorrento 也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KIA在今年 会有非常多的新产品 那当然它 会不会导入新的动力 例如说 例如说1.6的这个 Turbo Hybrid Turbo Hybrid的动力 大家有的人喜欢汽油动力 有的人喜欢柴油动力 那像这个Kernival 据我的了解 目前还是会维持这个 2.2升的柴油动力 你毕竟它在国外 其实也是有1.6 Turbo Hybrid 甚至它有3.5的72引擎 那但是台湾目前 导入是2.2的柴油 我觉得对于台湾而言 税金优惠 那个扭力又好 动力也不错 算是非常合宜的 一个这个动力选项 那Sorrento的部分 它也会有 1.6的Turbo Hybrid的车型 在这里面 这是看得到的 传统的这个燃油车 或者是混合动力车的 一个选项 但是我们刚刚为什么 提到的EV9 会有一点点稍微 是因为航运上的这些问题 不过今年 除了这些车之外 我们还会再看到 其他的这个 KIA的EV车型 不管是EV5 EV3等等 都会接续上证 所以观众朋友们 好好地期待一下 你们的下一部电动车 是 好 谢谢艾大 待会我们看到KIA的 新车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是哪一款呢 好 那当然 我们看到这一片的 休旅车海当中 你会发现 房车已经不再是 主角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 房车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一款 日系的房车 Mitsubishi Lancer 好像有新消息 对 在北美 有人发现 它的商标局 突然有人注册了一个 销售 叫做Lancer Sportback 哎呀 米之 米之必须联蛇 要重新出来 米之必须联蛇 那其实Lancer 现在台湾还在卖 对 这个大概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地方 还在卖Lancer 对 的地方 就是因为Lancer自从 譬如说它的Evolution 第十代之后就没了 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 我都忘了是几年了 很久非常久 十年前了 真的 那所以 那我们是一直帮 这个中化精神 一直帮Lancer续命 但是它的底盘 还是以前的底盘 不要说以前底盘不好 只有轴距短了点 但是它悬吊系统 还是很不错 对 运动化的悬吊 对 运动化的悬吊 那造型上面也是改了又改 最后还弄了Dynamic Shield 那种也是很帅 对不对 而且现在变成他们的 整个的家族特征 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新的商标 跑出Lancer Sportback 到底是什么用途 这个真的是商标的实力 所以你一定会看得到 Lancer Sportback 未来在某一个车型上面 那它到底会推出怎么样呢 我们完全目前没有线索 但是照这个时代的趋势 发展的趋势 对不对 你看连Toyota的Crown 都可以变成那么多种 对不对 然后有的那种 长高一点点的鞋背 甚至有休旅车 当然还有Sidana 那Lancer Sportback Lancer Mitsubishi 之前就是发生的 就是之前的案例 就是Eclipse 从这个双座 双门小跑车 对不对 变成了休旅车 那它还是用了Eclipse 这个名字 那Lancer呢 Lancer Sportback 那其实我们在看最近的流行趋势 譬如说Pugeot的408 对不对 它也好像似乎创造了一种新物种的感觉 是不是 它就是虽然是一个轿车的Sportback 但是它稍微的抬高了一点点 这个是不是又跟这个Crown一样 它的这个 对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会蛮符合市场的期待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就先大胆的猜测一下 它的Lancer Sportback 很有可能也是这种 比较Crossover的 这种鲜背的轿跑车的造型 那我觉得是不错的哦 所以我希望他们不是只有商标出现 赶紧透露一点车型 给我们闻香一下这样 房车要变成跨界的确是 现在市场的趋势啦 当然性能车迷们 接下来要注意咯 在台湾一直是呈现供不应求状况的 福特Focus的ST 它有性能的新背车 性能的旅行车 而新年是双双登场了 对 其实关于刚刚讲的那个重点 也是过去的销售都供不应求 那为什么 也就是为什么新年是 我们再把它介绍一下 那它新年是车型 还是维持一样的说 STX的Wagon 跟STX的 就是我们先背的版本 那价格部分也维持不变 Wagon是156.9万 那我们先背是148.9万 可是很大的重点是 一样Wagon是自排 Hash的部分是手排 那这个很大亮点 你看不到150万的价钱 它其实大家也很清楚知道 Focus的车体的空间 是很实用的 然后再加上 其实ST的配备 也相对起来是完全是 完整度非常高的 又是一个 传统手排的一个配备 所以其实 我自己开了之后 我发现 其实在150万以内 如果你要兼顾空间 家庭使用 要性能 对 使用性 然后性能280匹 然后你要有点 手排情怀的话 手排情怀的话 基本上这台车 很香耶 唯一的选择之外 而且基本上 以刚刚我讲的 那个条件里面 它没有任何的缺点 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缺点 市场上面 好像也没有这样价格 你可以买得到 对 如果我刚才说 150万的价格 我们来做切割的话 它真的以手排的先辈 我们实用性啊 性能啊 配备完整度来说 真的没话说 好 那如果你是晚工扣 你更想要走出户外 我希望更大的 承载空间的话 那就有 威根车型让你选择 那一样的 它的配备是非常完整的 那当然它的自排 使用性更高 那另外我觉得两台车 一个最大特别差异的地方 在于悬吊设定的 风格不一样 它有电子悬吊 电子悬吊之外 其实我除了大家觉得 电子悬吊是不是 它可以更兼顾舒适 其实我觉得没有 它非 相较于威根 它非常的硬派 反而是威根 因为它必须承受 更大的承载的重量 所以它没有电子悬吊 传统的悬吊设定 但它反而比较多一点 柔韧的感觉 舒适性 它反而是比较好的 所以其实这种印象很深刻 它的悬吊反应 非常非常硬派 就比较硬派而已 硬派硬派 是这样没错 但是它有些设计 又非常的清明 它手排没有错 但它离合器释放的 节点非常的好控制 手排的这个 排档的形成也非常清晰 另外很大重点是 当我离合器 要慢慢释放的时候 它感受到你要 车要开始前行的时候 它会带一点提速 以前提速补油一点点 它好处是什么 让你更降低熄火的可能性 这样你在平路开可能还好 但如果你面对上坡的时候 当然上坡有斜坡辅助 它把你车子订在那边 可是你订了之后 你还是得走啊 你车系还是得放啊 这时候你如果 一般的传统手排车 你油门补的不够的话 还是有熄火的可能嘛 可是这时候它 感受到你要走了 离合器开始 自动补油 对 会提速一点点 但多一点动力 让你更好的开 所以这东西会变成说 你平常在开的时候 会变成更清明更好开 所以一样回到重点 新年事报到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 这个所谓的性能的 不管是先辈还是维格人话 现在限车到港 完全不用等 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 是 好 谢谢小宗 但我们看到福特Focus的家族 里面新车来报到 而且Focus的ST的维格 真的好受到热血爸爸的欢迎 不过在市场上面 Volkswagen的Golf 也是不遑多让 但是我们却听到说 Volkswagen里面 最强的旅行车 要换人做做看 不够 对 这个旅行车 其实国内的市场 也真的是越来越好 尤其是像Golf R的Variant 我最近常在路上碰到 真的很厉害 Golf R的Variant 那一般来讲 有很多的车厂 它对于旅行车 都大概都譬如说 只给一种动力 然后都不是给最高的动力 像宾市 它就很常做这种设定 它就是给你觉得说 你喜欢这种旅行车的车型 它就给你一种 而且都比较便宜一点的 入门的动力 这样而已 但是国内R 它竟然Variant 也是出现R的版本 没错 所以R这个让人家会觉得说 YA888弄到320匹马力 YES 至尊了 所以福斯集团 他们最近也考虑 把R这个东西 它变成一个独立品牌 就好像Mercedes AMG 一样 因为R系列 它推了很多车 有Tiquant R Polo R Golf R 对不对 其实已经够了 T-Roc R T-Roc R 然后对 它几乎是全车系都有R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蛮看好的 它如果变成什么福斯法跟R Golf 对不对 就是命名方式改一下 对不对 把R摆前面也搞不好 也是一种 对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商机 也是一个商机 对啊 因为它的车系足够够了 因为他们最近可能会在 朗宝做了一个 关门 专门做R的那个管 就是把所有的R 全部弄在一起 然后把那个什么的弄一弄 对 制造一点风向 那我觉得这个倒是不错 不过 最强的这个旅行车 可能会变成ID7 GTX这台 Tourer 好 ID7 你知道我们今年 台湾会引进的是ID4跟ID5 对不对 那它是走的是休旅车 ID5就是比较协背的休旅 ID4是正规休旅 那ID7呢 它其实就是比较类似以前像Pasar 有没有 更大一点的房车 但是它把它 这个是Tourer 所以它是旅行车 这种车在欧洲还是非常流行 对 那目前他们在欧洲 他们发表 其实真的是卖得很好 就是很受欢迎 那但是它不会进美国市场 那台湾市场 应该也会引进 不過当然不是今年 因为我们在排程上面 还没有它 但是它这个马力335匹 对 所以很显然的 会被压过它 但是因为它电车的关系 它车重比较重 0到100可能就5秒 不过即便如此 它虽然可能 没有比它的0144秒9 还要快 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 开起来的那种感觉 加速那种感觉 应该是会比Golf R开起来 更爽快 因为它是电车 是的 而且335匹 我觉得也是很保守了 对不对 你现在是电的话 他们只是 因为毕竟Folkswagen 它是比较一个大众市场 它搞不好哪一天 那个R也来 它也 对不对 也出一个电的啊 谁说R不能出电的 对啊 而且现在电动旅行车 目前还没有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 真的抓到这个市场 是很不错的 对啊 我相信已经很多人在敲碗了 335匹 轻轻松松了 它如果出R 把它弄个450 500匹 不是更棒 对啊 更香更迷人 对啊 那当然就是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也很高兴 看到浮世 有很多的车型 不断的在进步 那也可以 越快导入国内越好 不然大家都在那边 敲碗都把碗给敲破 对 碗都快敲破 好 谢谢罗哥 OK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 游车的这种旅行车 还是电车的旅行车呢 我们真的满期待 到底第一款的电动旅行车 是哪一家会推出来呢 好 那如果听到限量的话 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失心疯疯狂 像女生听到限量也会疯狂 我相信男生 应该也是不遑多让啊 如果你是性能车迷的话 来 接下来就限量只有10台喔 是不是 要赶快把握了吗 我昨天在看的资料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自觉都会流口水了 为什么 因为啊 真的 今天你要在路上开一台 性能好的 高性能的 直列六缸引擎的 这种性能跑车 而且要小小的不要太大 那开起来很过瘾的 我告诉你 这台BMW M240 Track Edition 真的是蛮吸引人的 我们知道这台车子 他先前在国内 先前有引进嘛 然后引进的时候 他去做X-Drive 已经知道高规车型 那时候没有超过300万 但是他这次推出 Track Edition 他破了到317万 但是他这317万 一放下去你发现 这部车子 他为他原有的性能 他整个装点出 外观也有那种 什么强烈的 视觉的那种性能感 然后坐进车内 也有它的爆发力 好 我们先看 这个外观上面 它最明显的 它就换上了 这个19寸的 这M 这个双幅的 这跑车轮圈 然后叠盘加大 连它的散热 都经过强化 至于 请注意它的这个水箱罩 我们常说 很多人说 不习惯这个BMW水箱罩 变直变高又变胖 那对不起 请你来看这个M240 它是保有最传统的 BMW双胜的 平平的水箱罩 但是在这台车上 它要换上碳纤维的 这种装饰 让这整个 看起来你就觉得 开罐 更热血 对 很热血 包括它的轮圈 包括它的M M Performance 这些试骗等等的 这种装饰 你觉得这部车子 你开起来就是一个 帅 当然不是一个外观帅就可以了 我刚刚讲 它是杰利六缸动力 前面的动力都在350匹以下 这部车子来到374匹 然后动力扭力 来到5.51公斤米 它的0-100起步加速 4.3秒 4.3秒 快啊 M2也不过4.2秒 有它出现 为什么要买M2 对不对 也难怪这部车子 它在去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20台的限量 就20台就卖完了 快又没了 所以范德今天很聪明 赶快从国外再推出10台 这10台 这10台 这10台接下来之后 可能就不一定会有 所以假如有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台车子 因为你看 它从它外观 它内装 它也配合 跟碳纤维 这样装饰的座椅 让你看起来 从内到外开起来 做起来过瘾 看起来输快感之外 开起来更是有 BMW一贯的那种刺激感 热血的操控 对 没错 好 谢谢大卫哥 那我们看到了 BMW AMR240 I的TRACK EDITION 不知道 观众朋友 可不可以手刀去抢这12台呢 除了这个BMW的新车之外 BMW的老对手 冰士 最近也是新车狂出 最近这两款跑车 也引发了车迷不少的讨论 讨论真的是很多 必须跟观众朋友报告 首先是Mercedes-benz AMG的GT43 以及Mercedes-benz的CLE 你会发觉CLE这个字 这个车型代号 以前不曾看过 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解释 那么GT你总该认得了吧 对不对 GT是在去年迎来的 这个新改款的车型 从这个双门双座 变成了2加2 当然他也知道这个 很多消费者在反弹说 我干嘛买2加2 因为他把对手设定为911 如果我要买2加2 那我就买911就好了 对不对 起码他还是个后置引擎 后人传动这种感觉 这还是男人该开的车 所以他把后面那个加2 变成选配 蛮有趣的 你可以选双座 你也可以选四座 但是捷了 AMG的GT 都是V8的动力选项 不管是55还是63 四轮转向电子悬吊 好炫酷 结果我现在来了一个43 把这些厉害的配备都拔掉 没有四轮转向 没有电子悬吊 还变成四缸涡轮增压 带油电 48V 48V的这个系统 所以大家觉得说 我到底是在开一部这个 Hybrid的这个油电混合车呢 还是在开一部这个跑车 其实不仅仅是AMG的GT 从V8剁了一半剩四缸 造成很多消费者的反弹之外呢 其实呢 在他的賓士的C63也是一样 V8引擎变成四缸 或者非常 虽然说非常的快 但是其实前一阵子 也在德国原产地 就已经爆出了这个销售状况 不太好 就大家不买单嘛 男人是喜欢 一定喜欢大部分 喜欢变小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 刚刚讲这个叫做CLE 这个车我真的是觉得纳闷啊 因为从我小的时候 看我的这个国中老师 开了一个Doremi啊 也是123的COOP 双门的 哇 那个车真是优雅 真是漂亮 没有逼住的设计 前面的窗户可以降下来 逼住以后的窗户也可以降下来 然后呢 降下来之后是 完全镂空的一个状态是 没有逼住的 嗯 它是Doremi 123 也就是它是E CLASS 这个极具的双门COOP 后来推出124呢 我买了一台 双门COOP 一样前面窗户 后面窗户可以降下来 没有逼住 车门一关 那个安全带 啊 从逼住门绳出来 方便驾驶人可以扣到安全带 帮乘客可以扣到安全带 哇 那个上车的那种尊容仪式感 有多么的强烈啊 124的时候它是属于E 这一个世代的双门COOP 后来就变成208 209 都是C底盘 都是C的底盘 然后呢再来到了这个 204 2005的时候呢 就是CCOOP出一个 E COOP出一个 E COOP出一个 嗯 可是起码啊 那时候啊 还是可以 前面窗户打开 后面窗户打开 还是一个 哇很帅的这种 没有逼住的这种 这种车型 这也是冰市 我觉得非常具备 有特色的一个设计啊 结果在现在呢 可能因为C COOP也卖不好 E COOP也卖不好 所以它干脆呢 就来个CLE 那怪疑它到底是C还是E 就融合体 其实它还是 还是在E的这个范围里面 不过原厂在行销手段上 策略上面他们告诉我们说 它的这个车身呢 尺码已经来到了E啦 因为呢 其实你保杆这边凸一点 屁股那边凸一点 车长就超过E的车长了嘛 而且也可以塑造出 它优美的这个线条 比较流线型的一个感觉 车身比较长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现在的C跟E 其实本身就并没有太多的 一个这个区别 如果你从它模组化的底盘 从它的轴距来看的话呢 它既不是C也不是E 因为它比C长了一点 它有刻意拉长了一点点 但是又不到E的这一个尺码 我觉得这点算是 硬要说吗 我觉得这个产品算是 冰市的一个大败笔 比起那个GT 加两个椅子再剁四缸掉 还要可能 因为再怎样 你都不能有B柱 你如果一样是无B柱的话 这个产品还能够延续 当年的这个精神 也就是说 在CLE的推出之后 当年那个无B柱 无窗框的这个车门这样 打开中间一个大楼空 自动上间 这种安全带的仪式感 我觉得已经不够存在了 现在冰市的产品现在真的 变得非常的奇怪以及混乱 现在呢面对未来的发展啊 各家品牌好像都不太相同 就好比B&W啊 就始终坚持要守住 M-POWER最后的这个V8 或者是直6啊 其实其他的车厂也有一些人 也跟B&W一样啊 一定要坚持守住这个V8 而且是大排量的车款 是不是罗哥 对 其实像那个Defender也有V8 对不对 那我最近看阿姨大概Defender 又装了一些有的没的 很厉害的东西 害我有一点点心痒痒 不过呢 Defender当然我们车友里面 很多人买V8的车款 那大家都觉得说 这已经是至尊了 不会再更厉害了 错 他们即将 最近他们又推出了 一个这个Octa的版本 那Octa这个字其实是一个 叫做Octehandra这个字 的这个前四个字 它的意思是 钻石天然形状的完美八面体 所以它会有一个Logo 类似一个圆圈 它中间有一个Diamond的 这样子的形状 而且它也会用到一些 钛合金 这是基本元素 我讲这是基本的 它的使用的一些要素 所以它在车子 不管是外形 内装 可能它连座椅都会使用上一些 会有一些钻石的形状 然后钛合金的材质 甚至于赛车座椅 筒状座椅 都会出现在 这台Octa的版本 连动力 现在目前V8都已经是有525匹 0105秒 不是蛮快的吗 对不对 不行 好 还要更好 它的底盘的悬吊 也会可能会用上 Range Rover Sport的一些系统 然后在动力上面 也会用到BMW4.4的双涡轮 加上MHEV 就是轻油电混合的动力 最大的马力到多少 还没有公布 总是要留一些给大家探听 对不对 总之呢 Defender真正的最强化的版本 叫做Octa 即将出来 台湾会有多少台 18台 18台 就是他们每次都这样 之前的什么 75周年纪念版 限量版 不管是Jaguar 或Led Rover 他们总是会这样子来操作 这个也有 我们也看习惯了 总是每次出来好都会更好 像我们买了110 我们朋友就会买一个75周年版本 来吓你 来献死你 是 永远都追不完 对 永远追不完 对 反正总是这么回事 每次车聚的时候就会 有人就说 哇 V8 但是可能过不久之后 就会 哇Octa 对 那总之 这种大家喜欢V8的心情 短时间不会消失的 就是说大家 虽然现在疯狂的喜欢电动车 什么什么的 但是相对的 有一群人会被激发出来 我就是要V8 你怎么样 对 反正以后你可能渐渐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会有最后一波 大家在追求V8的这种梦想 这种荒潮出现 而且车厂始终有办法 把你口袋里的钱给掏出来 没错 这台车听说大概要900多万吧 听说要900多万 900多万 那真的是性能的至尊 好想要 当然如果你喜欢越野车的朋友 接下来这款车也很暴力 大伟哥 刚刚罗哥在讲说 他的那台V8 Defender 900多万 我现在讲的这台V8 就不用那么多钱 三分之一价钱 真的 我要介绍的是这个Rangler 美国的Jeep 他在美国推出了Rangler Rubik 392 Final Edition 这辆车型 我们知道Rangler 是这个Jeep的很代表性的 4x4的越野车 没错 这次他针对了这个车型 他推出了这个限量的这种车型 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用的是392的这个 Final Edition的一个动力 这动力有什么 6400cc的HEMI V型八缸引擎 这个HEMI 不是HDMI 是HEMI 这个系列引擎 什么叫这个HEMI HEMI 到底是哪个HEMI HEMI 这个插头 这个插头 一个是代表他这车器引擎 它这个从1950年代HEMI 就出来了 那时候是5400cc 然后从第一代 现在发展到今天 50年代到今天 他也播第三代而已 这代是从2003年推出到现在 你看他用多久了 所以表示他也卖得够好 这个引擎对他来说 就是说对老美来讲 这是一个很代表性的 你要用大引擎 像美国在卖的Ram Grand Cherokee 顶规车型 用大排量的 他就用这号引擎 而这号引擎 你不要小看他 这个引擎 6400cc的 这样的引擎 V8引擎 他居然马力也有来到470匹 而470匹的状况之下 他提供的0到60mph 来4.5秒上下 所以你看他性能相当不错 但最重要的是 他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包有一个 非常出色的越野能力 这样子越野性能的话 让他在这部车子上 你可以感受到 他有非常粗犷的一个这种感觉 就是说越野还有大马力 另外他在设定上面 当然他可以把什么 纳爬座椅 全座椅垫条 什么该有的那种大荧幕 12.3寸的荧幕 全部都放上去 让你觉得开这部车子 就觉得开的是一部 好爽好豪华的这种Rangler 我们再来车子在美国